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轩红与老公来到婚姻登记处 为了隆重启示 他穿上了一席抹胸晚礼服 配上精致的妆容和发型 打扮高贵 Jason则穿着浅色外套 一头长发扎了起来 露出大额头 打扮得有形有款 夫妻俩除了带上两个儿子 还邀请了很多亲戚朋友来管理 完成衣饰后 两人甜蜜拥吻 随后与众人进行大合照 红轩人员非常盛广 他登记结婚的消息传开后 乐基尔谢婷婷等好友 纷纷留言恭喜 事实上 红轩跟Jason早在2015年 就在印度举办过婚礼 从当时公开的照片来看 婚礼办得非常盛大 局势 两人当时没有完成注册手续 红轩接受电话采访时透露 办婚礼七年后才决定注册 是为了两个儿子着想 他笑言 想不到大儿子那么小 就已经知道结婚是怎么一回事 还好奇问父母为何要结婚 红轩跟Jason登记结婚的时间 虽然有点迟 但看得出来 两人深爱着彼此 相信一家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一定会更加的幸福美满 现年40岁的红轩 是模特出身 他年轻时长相名艳动人 身材娇好 在时尚圈混得风生水起 跟同期的周文琪 乐基尔 Amanda 陈家荣等人 并称为港圈十大名模 除了他当模特 还尝试过拍电影和唱歌 只是娱乐圈竞争太过激烈了 他的作品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感情方面 红轩认识现任老公之前 有过多段感情 但都以失败收场 他最为人熟知的一任男友 便是王力宏 2001年 他跟王力宏被曝甜蜜约会 继而传出恋情 对此 他表现得很大方 并分享了与王力宏恋爱的细节 当然 当时事业正当红的王力宏 不愿因感情事影响形象 他甚至扬言 要跟红轩断绝来往 就这样 这段情很快无解而终 让红轩难过不已 索性 红轩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 终于觅得如意郎君 他跟Jason于2018年生下大儿子 去年年底再生下小儿子 如今大儿子已经四岁了 他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长相很是帅气 六个月大的小儿子 五官也逐渐展开 越来越可爱 在外浪的飞起的同时 王力宏从没考虑过正牌女友 李亮雷的感受 但因谣言过剩 被减入同性绯闻时 他可记起这个小可怜女友了 当即 一番甜言蜜语 就把小女友哄骗进了婚姻 娶回李静雷后 王力宏也没见得怎么在意她 像是前家拍到合照 都不会主动提醒她 在王力宏看来 李静雷不像是他的妻子 倒像是他的室友 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 一直以来 王力宏都不怎么亲近李静雷 就是和李静雷生了三个娃 也对她没有太大的感觉 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是痛苦的 厌恶的 所以到了2021年时 王力宏向妻子李静雷 提出了离婚 提出离婚不久后 不少人分析起了 两人婚姻破裂的原因 当时有一部分人称 王力宏和李静雷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婆婆王母的关系 李静雷处不好和婆婆的关系 还有一部分人称 两人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李静雷的母亲是小三 话说听到这种猜错时 网友是崩溃的 无他 王力宏和李静雷的婚姻 为什么会牵扯到李静雷的母亲呀 王力宏娶的是李静雷 又不是李静雷的母亲 所以离母是不是小三 跟王力宏同李静雷 分不分手有什么关系 其实一个男人 似乎要和一个女人离婚 归根结底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不爱这个女人 所以与其说什么婆媳因素 父母因素 不如说王力宏就是不爱李静雷了 对于丈夫的绝情 李静雷很看得开 事实上这些年来 他不仅看开了 也慢慢接受了 丈夫可能不爱自己 但接受是一回事 听到丈夫要和自己离婚 又是一回事 虽然李静雷也不对 王力宏保有什么幻想了 但品质着养好三个孩子的想法 他还是不想和王力宏离婚 所以在王力宏提出离婚想法时 李静雷一直是拒绝的 本来李静雷以为自己都这么坚持了 丈夫应该会重新考虑下两人的关系吧 但谁知道王力宏这么狠呢 他直接在网上放出了两人离婚的消息 七 看到丈夫这么狠后 李静雷也不想忍了 所以在丈夫执意要离婚的第三天 他曝光了这位优质偶像的丑恶嘴脸 连着九篇的小文章 直接把王力宏从山顶垂到了山谷 事实上 录者王力宏因这九篇小作文形象受挫 白兔的妹妹孙玉 台湾美女徐若轩都因此扯了进来 李静雷的雷神之锤 直接锤的三人跌在鼓底爬不起来 李静雷刚放出小作文时 白兔的孙玉还准备用报警的方式 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但理解的一个转发和回复 直接让小三这两个字 刻在了孙玉的身上 在孙玉忙着写小作文回击时 徐若轩也没妄发公告辟谣 但无论两人怎么发小作文 怎么解释 始终都洗不干净身上的嫌随 如果说孙玉和徐若轩 还有担当站出来辟谣 那么王力宏真的弱报了 李静雷刚报锤时 他甚至不敢站出来 不敢站出来也就算了 他还指使着父亲出来背锅 于是 一位60岁老人手持辟谣新的照片 火遍了全网 王妇的辟谣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 王力宏又和李静雷爆发了数次大战 在这数次的大战中 王力宏又有更多的料被报了出来 也是因为这些料 网友深刻意识到 原来那些年 他们认识的王力宏都是一个假的王力宏 真正的王力宏 男女关系混乱 爱PUA 爱招季 8 王力宏和李静雷大战了许久 最终以女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其实说是女方大获全胜也不是很正确 只是 相比较于因为离婚诉讼事业 名声全面崩塌的王力宏来说 李静雷是得到了好处的 他分走了南方1.5亿元的财产 对于这1.5亿元的归属 李静雷认为这是他赢得的 毕竟这8年来 他可一直在为王家赡养老人 照顾子女 不过李静雷这么想 不代表王力宏也这么想 事实上 王力宏从来不认为这钱属于李静雷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甚至不想给李静雷一分钱 但就算再不想给 普遇法规 最后王力宏还是屈服了 给李静雷转钱那天 王力宏非常的心疼 无他 这是1.5亿 不是1.5万 本来因为被李静雷捶的原因 他的事业已经全面崩塌 赚不到什么大钱了 如今再给李静雷1.5亿 不是挖他老本了 如果只是挖他老本也就算了 更让人崩溃的是 王力宏的名声全毁了 之后再提到他 大家不会夸赞他为钢琴家 音乐人 只会嘲讽的来一句 哦 是那个没下线的出轨男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 说不定还会嘲讽到 学历再高有什么用 还不是养不好孩子吗 所以王力宏可真是家族罪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 赞订阅